現在在測試這個OVO Z1這一台電視盒 然後現在使用遙控器 那現在燈光比較暗沒有關係 我現在要展示的其實是它的選台功能 我們先回到首頁 當你這個電視盒一開機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畫面中會出現類似像 我們裝什麼第四台啊 VV寬屏啊他們都會有這種形式的選單 中間會有一個電視頻道可以讓你看 那上面這個地方會有首頁熱門跟設定 那設定就會跟一般電視盒一樣 那都一樣是採用Android系統 然後它會有一個OVO的帳號 然後在熱門這個地方 跟一些頻道商的活動 像現在它就推出愛奇藝跟自由選50個頻道 一個月298的活動 好 那再來呢 我已經 已經 我自己已經是愛奇藝的會員 然後我也加購了這個自由選50個頻道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自由選50個頻道 到底有哪些頻道可以看 那你可以看一下喔 把它放大之後它就會跟一般電視一樣 那它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 你用遙控器就可以完全跟 你以前看電視機的習慣是一樣的 那我按一下中間的鍵 OK的鍵 點一下 就可以進行選台 那可以看一下 它的頻道數量非常的多 你可以看一下 像民視 人間衛視 大愛 中視 金光布袋戲 華視公視 還有這個 基督教 這個Goodnews 好消息 還有很多很多的頻道 動漫 兒童頻道 還有其實各位家長 之所以割捨不掉的 就是最重要的是 東升幼兒台 那連東升幼兒台這個其實也有 那 還有什麼 進行卡通啦 卡通台啦 八大電視啊 還有更別說其實 很多 就算你不買這些頻道 你在YouTube上面也可以看到一些 什麼 中間新聞啊 專利新聞 那些都是基本 還有這些綜合台 你原本看第四台都會看得到的綜合台 還有戲劇台 像戲劇台我也可以看一下 現在在演什麼 鼠山戰先 好 還有什麼日韓台 這個是MOD的頻道 這也都看得到 這也都看得到 那他的頻道非常非常多 那他還有另外一個特點就是 像我們只要記得 像我之前喜歡看的頻道 他的頻道的號碼是哪一台 所以這對於年紀大的長者來說啦 或者是你剛出自使用電視盒的朋友來說 我覺得上手的習慣會蠻簡單 你也不太怎麼需要學習 特別是你裝在家裡的時候 你根本沒有學習難度啊 就是裝上去 然後我只要記得頻道是哪一台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現在要看93 我就可以看諸葛亮 選擇 有沒有 直接切到諸葛亮的頻道 那他的每一個頻道都是用 數字的概念 55也是TVB也是新聞 其實就很簡單 就很簡單 那他除了跟原本的電視習慣很像之外 我們再切回來 然後再來看一下上面這個地方 熱門 這邊有個應用商店 應用商店他其實是 OVO的應用商店 他裡面有preload一些app 熱門的app 像這個一鍵安裝 他就先把愛奇藝YouTube 先把preload進去 然後再來是線上影音 他這邊有一些適合這台OVO 專用的電視盒版本的影音app 這邊你都可以自己去下載 有很多啦 那看你喜歡下載什麼都可以 而且據說 據說都是有特別的挑選過 就是載下來之後 什麼都可以看的那一種版本 那再來是應用軟體 這邊有很多適合這台OVO電視盒使用的 卡拉OK 遊戲 小機模擬器 小機模擬器 這個也很好用 配上藍牙搖桿 就可以玩一些game 那成人就只有Pandora 那需要設定那個密碼 然後再就回到設定 這邊就可以去自動更新 OVO提供的這些app 那如果你這些還不夠你用 那他其實也支援 那個Google 不在商店 基本上有這些東西 有YouTube 有愛奇藝 Your Friday Vito 這些絕對就夠你用 那這個就是OVO Z1 你可以看我剛剛這樣操作的流程 其實完全不會卡頓 都很順 然後這邊還有一件加速 可以清掉背景的一些 Catch 好這個就是OVO Z1的介紹 R2的介紹 R2的記憶 覓室